因为我觉得克鲁尼亚的那个 温差会比较大 所以我戴的衣服有毛衣 然后有正常的这种厚度的小裙子 然后还有这个帽子 但是它是两用的 它也可以当口罩 还可以借杨迪换装啊 这个好容易蹭到装啊 要不要我那个塑料袋 对 首先我认为 说你去俄罗斯做事啊 这边就是用品 用品区域 这个是相机 你拿这个 大舍先生就一定会觉得很棒 对 束大拇指 英美克罗地亚的景色 非常值得你带一台专业的相视 对 告诉我 拍美景啊 然后这些都是 对 日用品有化妆品 化妆品 化妆品 香水 然后这些面膜 你在批发的是吧 这个呢 然后这个看上去是奶片的样子 或者是糖的样子 但是它是毛巾 毛巾 什么 它放到水里它会变得很大 然后这个是可以刷牙的 含一颗这个就可以刷牙了 就是可以不用带牙膏了 很神奇 可以送牙 送牙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是什么 防晒霜 防晒霜 对 然后我会自己戴个蜡烛 啊 戴蜡烂 戴蜡烧 戴蜡烧吧 揪的时候 为什么要戴蜡烛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克罗地亚是一个 非常浪漫的地方 让我晚上听听音乐啊 然后可以点开蜡烛 享受 享受 每个时间 这些包装的包装 是几乎80%的衣服 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女人 需要这么多衣服 就是因为这些化妆品 她才美丽的 这个是日常服务 不是 对 我告诉你 克罗地亚最好的女士护肤品 葡萄酒 哇 每天喝一些葡萄酒 太适合萧萧了 然后就是在海边 晒晒太阳 顶多一点防晒霜 对 对 就特别地美 哇